这一段的圣经就是智慧在世界灵活的应用的一段圣经 这段的圣经就是告诉你 你富有吗 你要知道怎样出贫穷 你贫穷吗 你要懂得怎么出负有 当你富有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贫穷的时刻 当你贫穷的时刻 你不要过一个穷到见到没有过头的生活 你要有富人应当有的那种满足的感觉 有富人那种不需要求人奋斗的决心 有富人那种懂得怎样用自己的钱帮助人那种慷慨 所以这样的贫穷在富足在缺乏在盈余的中间 你都有苏天的智慧 这样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 那我们在历史中间看见有许多是有钱的人 他只懂得过有钱的生活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体会老百姓的痛苦 有一些人三餐吃猪 不但足够而又多的友谊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体会在贫穷 在那个挣扎 在斗争痛苦中间 那些穷人心中的感受 这是很可怜的事情 那么这些只懂优 只懂负 只懂财产 无边的享受 挥霍五度的人 他们没有办法成为人类心灵的代表 我讲出这句话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human spirit 成为人类心灵代表的人 一定是要曾经苦过的 没有苦过的人 他所写的英语 他所画的图画 他所讲的原理 他所发表的文章 他所有的一切诗等等 只能是一种梅的描写 不是一种奋斗力的描写 他所写的 是一种梅的描写 不是一种痛苦中间 挣扎的力的表达 这是一定的事情 所以你看见最伟大的文学 最伟大的思想 最伟大的哲学 最伟大的英语 一定是那些苦难中间 用奋斗精神战胜环境的人 才能写出来的 这些人才有资格 成为人类心灵同感受的总代表